2018年是波蘭獨立一百週年 有人說波蘭是悲傷之城 但同時亦是希望之城 波蘭因地理位置獨特 在十六世紀曾經是歐洲強國 可惜其後不斷被戰火游輪 慢慢走向弱勢 還曾經亡國一百二十三年 直至一九一八年 在波蘭人若失夫不蘇斯基的領導下 再次獨立 重建國家 在華沙除了找到這位獨立功臣的雕像之外 這個華沙最大的廣場 都是用它的名字命名 這裏的雕塑 都是紀念當年華沙起義的 歷經戰火洗禮的波蘭 由於它獨特的地理位置 匯聚了不同的文化 戰火平息之後 經濟亦得以迅速發展 波蘭在二次世界大戰後 休養生息 積極重建 曾經被移為平地的華沙老城 城內所有的建築物都是那個時候復收 現在已經成為華沙必到的旅遊景點 除此之外波蘭戰後也很積極拓展外交 波蘭是第一批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之一 那麼建交之後的兩國關係傳統上友好 1956年我們在這個地址上建立了現在的大使館 現在我們國家倡議一帶一路 波蘭支持嗎 波蘭是積極支持習近平主席提出來的一帶一路的倡議 波蘭和我們簽署了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量解備忘錄 波蘭也是最早加入亞投行的中東歐的國家 2015年和2016年 習近平主席和杜達總統成功實現了互訪 兩國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那在我們兩國攻堅一帶一路之下有什麼成果呢 在貿易暢同方面 2017年兩國貿易額達到了214億美元 可以說中國是波蘭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而一帶一路對兩國的中醫日發展也有所得益 Mr Ambassador I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opular in Poland? I think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ncept developing as the side effect of the major reason for it which is economy I will expect there will be more culture exchange with China and that includ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現在的波蘭可謂肉火重生 波蘭人自強不適 在傷痛入面重生振作 近年的經濟亦發展得很快 對不同文化的接受程度都很高 中醫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在這裏可以找到很多關於中醫藥的文化軌跡 大家記住訂閱、點讚和分享我們的超藝理想頻道 記得要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